我是周老师 我是奶茶爸爸狗狗 我是上海人 我不知道大家对上海男人的印象是怎么样 就是上海男人呢 在我们通常的一个概念里呢 第一非常的顾家 爱家人 真的就是可以完全就放下自己的那个男人的身段了 去服侍家人 要就是上海男人吵架 不敢动手只敢动口 就是站在路上两个老男人 就是吵得非常感觉要打起来 他们说不用管 不会打的 他们不会打的 就东北人才会拿起棍子打 我就很好奇说这两点是真的吗 你对上海男人有偏见 对上海男人第一印象不是说能发现身段护驾 第一印象全中国的人对上海男人第一印象应该是娘娘枪 就比较比较女性化一点 比较柔弱一点 这样子 然后像吵架这个呢 确实是这样 上海男人不太会动手 最多说农想奶奶推来推去 农想奶奶有时甚至都不推倒 你想怎么样 就是互相互相可以半个小时 但是台湾男人也是这样吧 台湾男人我也听说是你想怎样 你想怎样 你想怎样 就是也是互相这样半个小时都不会动手 但是我知道的上海男人是真的会穿着围裙 然后等老婆下班的时候 会帮老婆下班开门说老婆你回来了 然后拿一双拖鞋给他穿着 是这样的吗 不至于拿着拖鞋了 但是穿着围裙会很多 尤其是我在上一队像我父亲辈的那一代比较会更能为女性服务一点 像我们这样 在往我以后年龄的那些就好像没有到那么的会做家务这样 然后我是因为我没什么视野心 我没什么视野心 所以我比起去工作什么的 我觉得在家带孩子更合适一点 也不是更合适来就家庭需要 然后我也觉得蛮好的这样子 所以当时跟你的老婆讨论的时候就直接是说讨论出来的结果吗 说你来工作我来我来带孩子 倒也不是讨论出来的 就是好像就自然而然就这样的 就本来我是来台湾说可以接一些 因为我本身做平面设计广告设计 然后可以接一些free的工作 接大陆那边的案子 然后来了台湾也是前一年基本上都有在接 包括儿子出生的时候也都有在接 后来渐渐觉得力不从心了 就带小孩力不从心 然后我也很喜欢跟小孩接触 也很喜欢我本身很喜欢做菜 这是我个人喜欢 不是说上海男人都喜欢 我喜欢做菜喜欢带孩子 我觉得当然这两样事情需要费很多的心思和经历时间 那就相对来说工作的时间就少了 就好像自然而然就变成在家带孩子做菜这样 你应该是本地的上海人 对上海出生的上海 我是新上海人 就是像你们本地上海人是怎么看我们新上海人 会有差别吗 我直接说其实像大概2000几年的时候上海有一个很有名的论坛叫做KDS宽带山 有一个上海本地的论坛 然后它里面出现了一些针对外来人不太好的不太友善的词叫做外地 我们的大陆缩写就是WD 然后WD正好是一个硬盘 一个硬盘的厂商 所以那个时候会对一些外来人叫做硬盘人 这样子那是很不好我觉得那是一种很狭隘的眼光 就是其实上海自古以来不是自古以来就是上海的传统就是海纳百川 那本来就是一个类似于港口这样一个上海滩这样一个城市 那就本身的上海人也很少都是来自于各地江浙 然后像我外公就是宁波人 那我爷爷是上海本地人 所以就本来就应该海纳百川接受各式各样的人 没有说一定要叫这个人什么硬盘外地这样来看待 所以我觉得有部分眼光比较狭隘的上海人会对外来人有一种歧视 但是绝大部分上海人基本上都是还蛮包容的 我觉得就是一视同仁没什么差别 你会建议台湾女生嫁去上海吗 因为上海男生很会顾家 我倒没什么建议不建议有感情就可以嫁 上海真的跟台湾台北非常像 对生活模式什么都差不多 所以如果有感情的话 嫁去在那边生活也不会不习惯 我觉得还是跟城市的包容度有关 对 如果城市越多元的话 它相对来说不同的人群在那里生活会越容易习惯和适宜 对 我们接下来一起来聊一聊奶茶爸爸还有我在台湾的 这衣室住行方面的一些情况好了 其实我觉得现在来说衣不是只是保暖的这种衣服 我觉得台湾的购物我倒是没有觉得台湾购物很方便 说实话 就是因为大陆的网购非常发达 然后像送快递也好 那个时效非常快 然后价钱也很低 台湾人力很高 然后像像我虾皮买东西送费都要60台帝 你现在有用淘宝吗 有用 我现在虾皮我也用过 然后我发现真的就是运费 就是超商取货 我就觉得说相对来说还是没有那么方便 我还是会选择用淘宝 淘宝当然它用的时候还是会有关税的问题 你知道吗 淘宝它其实它也有专门就针对台湾用户做一些优化 它我用的时候它是有249人民币就可以包邮 但它没有包税 但是今年的9月份 整个9月份我在购物的时候它都是包税的 它有个活动都是包税 所以假设淘宝它还会在平台还会有一些优惠活动出来的话 我个人觉得是可以使用一下 费用上可以节省很多 走急运更省 还有像一些我来到台湾其实刚刚开始的时候 因为也是碰到疫情 然后很多市场不开放 其实台湾买菜相对来说 我觉得没有在上海方面 因为我在上海买菜非常习惯网上下班 就是我在下班的路上想一想晚上要做什么 要吃什么 然后就马上买 然后到家就已经能送到这个菜 我就先做这样子 台湾就可能要去市场 或者是有一些加勒福或者全联 它有当日送 但是那个就是要达到一定金额 才可以免送费这样子 对 这一点我也感同身受 因为原先真的在上海生活就是被搞的就是人有点懒了 就是因为就是APP真的太好用了 对当时我前面影片有提过丁东奶菜 因为我真的觉得很好用 对价格非常的划算 相对来说刚来台湾的时候 因为虽然就是我们家那边也有传统市场 但是我个人是不太爱去传统市场 当然当时也是因为有长辈会去买 所以也没有这个习惯 但现在自己有独立的小家 然后有孩子就要自己去市场 我觉得很神奇 我觉得人的心境会变 就是我原先真的很不爱感热闹 就是人一多我看到人头在那边串动 我整个人就觉得就想快点离开 但我现在可以挤到人头里面 然后去挑我要的菜 而且还觉得说还蛮惬意的 对 我觉得真的就是一个环境养一方人 但是你到这个环境你入乡随俗 你就会习惯这样的生活方式 所以我现在让我去菜市场我也蛮习惯的 而且这边菜市场有一个特点 就是我觉得每个摊主的记忆都非常好 你去过一次他们都会记得你 是哦 因为可能我背着女儿的关系 他们就印象比较深 然后像我买肉的一个固定的摊位 他都会知道我叫他切猪排的话 他都会帮我捶好 他就已经不需要问我了 那你觉得台湾人对于时尚方面 像他们对于奢侈品什么的 背名牌包包这方面 我路上看到的话 其实我觉得还好 有也有蛮多的 LV很多 很多吗 蛮多的 我倒觉得没有上海那么多 对没有上海那么多 真的 有也有 可能还有一个问题 我们没有去市中心上班的地方 好好的走一走 我们是做YouTube的 不过还要带孩子 没有太接触社会了 也许你走到那一圈 你会发现概率又很高 但是我是之前看过有一个采访台湾人的节目 他们说台湾就是好像没有很在乎名牌 没有很很非常在乎名牌 很多人会更偏向于一些手工的小品牌 设计师的一些小品牌这样 就没有很追那些大牌 但是像大陆好像风气还是蛮严重的 对对对对对 就是像我以前有经历过一次 就有一家公司面试 他们说去面试的女生 就看你有没有搬背名牌包 如果你背名牌包的话 比较会录制 当然他有他的说法是说 你的格调比较高 你的对生活品质要求比较高 那对我们的广告的成果也是比较看重 会注重细节 他是有这样说法 但我觉得这好像也不是太好 我觉得就是说像我个人是更加的追求他的材质 就是不是他这个品牌本身 因为买奢侈品的人 他很肯定不只是说他的品质很好 还是说他那个背后的那个品牌价值是很大的 对对对对对对 那这是我个人追求的 我个人是追求材质的东西 舒服啊耐用性啊等等品质是好的这样 追求奢侈品的人 我个人觉得应该是有两类人 一种是他是相信这个品牌本身他的价值 还有他本身这个品牌 他的可以信赖的程度 所以他他会去买这个品牌 他是他的忠实者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蛮正常的 他只要有这个经济能力他去买 这是正常的 还有一种是因为他内心非常的空虚 他需要用品牌的价值去提升他自我的价值 那这样的情况下呢 他再去买这个奢侈品 有可能就会超过他的一个经济负担 那这样去追求的话就是一个无底斗 有一种攀比的心态 对这是一个攀比的心态 这个心态不一定就是说一下子能看出来 但是他隐藏在你里面 虚荣 隐藏在里面 那这个也可能会造成一个群体的一个问题 其实就是一个长期的群体会产生问题 所以我觉得是有两种 我们自己希望说自己是一个良性的发展 一个社会是良性的发展 仅此啊 或者是奢侈品他的那个价值 对对对对对 也是有大存在的 你不可以诋毁他的价值 对不对 我是这样理解的 的确相比较之下 我们能看到说周围的环境 台湾人不会故意去比较奢侈品 对对 这点很少 不会很少说从头到脚 就是那个奢侈品 觉得就是像颗圣诞树一样这样挂的 这样比较少对 那我就会看到大家是比较在意生活本身 大陆的确有很多的有钱人 甚至是爆发户 有一些人他的气质透露出来的 就是爆发户的金钱的气质 并不是他本身个人的魅力 所以这也是有差别的 就追求什么大家是可以感受得到 说说台湾的吃的 其实吃的话上海吃的也很多 但是这两个我觉得吃都很多 但是台湾的其中更大的优势是因为台湾的便利性 就是到处都是吃的 早餐也很多 但是如果像我住的那个稍微郊区的地方就不太方便 就是关于吃的话我觉得不管是台湾还是上海 我就吃的都非常的多 选择余地也很多 然后不同的风味 还有早中晚各种选择 甚至是夜宵 对不对 夜宵来说台湾确实比上海多 上海到晚上就9点以后基本上很少吃到东西 我觉得就外送对 你要吃点实在的东西就蛮少的 但台湾也是非常非常多 对然后另外就是台湾真的很方便 就是你走到哪里 就是都有吃的 对而且选择很多 一间一间全是吃的 然后我觉得台湾吃的有一点就是跟上海相比 它的下限非常高 就不太会吃到很难吃很雷的餐厅 就你吃随便找一家都还还不错 忙找吗 对随便找一家都还不错 但是像上海你有时候不了解 没有做过功课 就会找到一家这家完全不好吃的东西 它的下限很高 但上限来说我觉得上海的上限更高 就是高级餐厅贵的餐厅 它的消费要比台湾更高 因为它可能就国际国际国外的店入住更多一点 像有一些高级的日式餐厅 你有尝试过上海添加的餐厅吗 我没有没有 那我吃上海到人均消费一千多人民币的 已经我觉得很贵了 就已经舍不得花钱 基本都别人请我吃 那像台湾台湾像人均如果到四千 四五千台币以上这种就没有上海那么多 然后像台湾最便宜的一份鸡腿饭什么排骨饭 一百多台币一百左右台币 那就是二十几块人民币 那上海二十几块人民币可以吃什么吃不到这些怎么这么丰盛的 就对它的下限就很好 我觉得这样讲然后就可以理解我觉得就是真的就是非常的实惠 就是大家生活起来就觉得说对对对对 非常的抗涨啊 风火膨胀 对对对对 真的是抗涨 住呢 我真的觉得台湾房价好高 台湾房价高吗 台湾房价 应该不能说台湾房价好高 应该至少说台北房价好高 台北房价是好高 台北房价新北房价也不低都很高 现在也高了对对就是然后那个公贪面积都那么高 对不对 百分之三 然后台北装修很贵 台湾装修人工很贵 然后那些材料也很贵 然后包括台湾的家电什么的家具也很贵 就是说上海有淘宝那些小家店是淘宝上买真的很便宜 你有试过在淘宝买家具有有有买马桶 我买马桶运到台湾 我是装修的时候我家因为两个卫生间 然后我买了两套马桶 还有洗手台进进柜这些东西 我买了两套 然后发货过来坏掉一套一套完全坏掉 然后我又买了一套等于总共买了三套 这样算下来加上运费的价钱还是比台湾买两套便宜 同样品牌来说的话还是要比台湾便宜 买三套加上运费还比台湾买两套便宜 生活吗 科乐 运费多少 运费2000多人民币 你加上2000多人民币还要比台湾便宜 是很容易坏掉了就看运气了 但其实我那个时候没经验 其实要找人打木架什么的包好 其实就还好 因为台湾很多东西没有实际生产的 都是可能进口的这样 所以就成本就上去了 我好像今天跟卓老师也聊了蛮多 但还是意犹未尽的感觉 其实还是像两个在上海生活过的人 对于台湾还是有很多看法的 尤其像台湾 我觉得这个社会的很重要的两点就是 医疗和教育 这两点我们没有时间聊以后再有机会 再来聊 这个机会看要不要去家里 好 那就先跟大家说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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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